哈喽哈喽 今天大家看的是理想汽车的第二款产品理想L9 那这款汽车的近期热度是很高的 包括我现在正在拍摄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车上也是有客人在看车的 我在这里已经有几个小时了 然后来看车的客人络绎不绝 那我就在想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没人 所以就强行来吧 所以大家谅解一下 那这款汽车的热度我觉得是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就是理想汽车的第一款产品理想ONE 在市场上取得一个不错的销量表现 是一款很热销的车型 那第二就是这款理想L9X的产品的确实了得 那第三部分就是李老板在发布会上那句 鱼不精神死不休的 500万以内最好的加油SUV 所以那句话也是给这款车带来一些非议 在网上讨论的热度很高 不过我觉得李老板是一个玩文字游戏的高手 他说的是500万以内最好的加油SUV 并且在后面介绍的时候也是说了 旗舰智能SUV 他全程没有提议一个字 就是豪华 如果他说的是500万以内最好的加油豪华SUV 那么关于他的舆论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所以咱们就 以这个加油车的视角去审视这款理想L9就好了 那关于这台理想L9的外观设计的 我这里就不展开去吸收了 毕竟我也不是首发来体验这款L9的媒体 网上有很多的图片以及很多媒体同胞拍的视频 那咱们就直接上车来聊聊他的内核的一些东西 那由于来看车的人实在太多了 没法正常进行拍摄 所以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和各位观众来说一下这款车了 那坐进来车内 第一感觉就是它的内饰虽然用了非常多的软质材料来包覆 但是没有特意去设计像菱形纹之类的 让内饰看起来显高档的纹路 它就是很平淡光滑 像宜家的装修风格 待在里面感觉还挺轻松自在 然后就是感觉这台车的屏幕好多 总共屏幕是2块15.7英寸3K分辨率的OLED屏 靠近主驾驶的这块主要是用来调节车上的功能 比如导航、空调、车辆的设置、驾驶模式、座椅按摩等等 顺便说一下它的座椅按摩分类比较多 号称SPA级10点按摩 这个很不错 然后副驾驶的娱乐屏可以用来K歌看大量的电影之类的 理解L9没有仪表盘 方向盘上有块可触控的电容屏 可以查看车辆信息以及基础的操作 虽然没有仪表盘 但是它用抬头显示来代替的 这块WHUD抬头显示 可以显示导航、时速、档位等等的信息 我觉得这样更方便 视线不用下移就能了解到车在行驶时的信息 最后在二排车顶同样还有一块15.7英寸的OLED屏 这块屏幕可以用手势控制去翻页 选取功能或者电影 电影在播放的时候 握旋 然后上下移动 可以调节音量大小 左右移动可以调节视频进度条 老实说它的手势控制不算很好用 不过现阶段还在调试 据说在8月份交付车辆节会进行优化升级 这块二排的娱乐屏是可以和附驾娱乐屏互动的 比如抓取一部电影让附驾娱乐屏去播放 附驾娱乐屏同样也可以这样操作 话说在21个扬声器的加持下 在这台车内看电影 生效方面确实是给人有点像是在电影院里面 如果你在北上广深想要打造出这样的一个影音室 你大概需要付出的成本 会是理想而久5倍的价格 另外二排的娱乐屏可以连接switch玩游戏之类的 看过这款车的宣传消息应该都知道 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不过最近何小鹏说他坚定反对车内有很多屏幕 不知道理想同学听到后是什么感想呢 开个玩笑 在理想L9的车内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唤醒车机系统 然后用手指指着天窗这样连 或者左右车窗之类 说打开这个 系统就会准确执行 反正上车后你就可以跟大爷爷似的 再说说空间吧 理想L9是六座布局 轴距达到了3105毫米 如果是坐四个人 那后排可宽敞的 如果是满座六人 在第二排腿部空间还不错的情况下 第三排的空间虽然谈不上宽敞 但是也不会憋屈 而且第三排座椅都配备了座椅加热和Type-C接口 座椅下方还有一个220伏1100瓦的电源 配置方面除了前面收到的那些 其他的像方向盘电动调节 256色氛围灯 两个15瓦的手机无线充电 那帕皮座椅 副驾老板件 二排小肉板 可以制冷制热的冰箱 第三排座椅电动放导等等等等 而且你注意到座椅放导按键前面的那个按键没有 按下之后 这台车的后悬架可以降低5厘米 让车主搬重目的时候更容易放到后备箱里 另外 车在静止状态下 悬架可以降低4厘米 方便老人小孩上车 总之 这台车就是朝着移动的小家去打造 配置丰富又有不少贴心的设计 那动力系统方面 底小L9搭载一台1.5T四缸吞吞器 加前后两台泳磁同步电机 以及一块容量为44.5千瓦时的 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那些参数呢 我就不一一啰嗦去说了 都打在屏幕上 大家自行看看 另外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 理想L9搭载了理想ADMAX辅助驾驶系统 这套系统在硬件上配备了一个128线激光雷达 也就是长在它脑门上那个 然后还有6个800万像素的摄像头 5个200万像素的摄像头 一个毫米波雷达和12个超声波超感机 两颗英伟达Orig X芯片的总算力达到了508TOS 诸如此来的东西 让理想L9的理想ADMAX辅助驾驶系统非常智能和使用 但问题来了 那看到这里如果你有50万的预算 你会买奔驰GLC 宝马X3 Orig QL 还是这台理想L9呢 我觉得是要分情况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是正在创业 或者说开了一家小公司 那你日常可能要有一些商务的饭局 或者说需要出去谈业务 那么你可能买BBN那些豪华SUV 来包装自己会更好一些 但是如果你是公司的高管 或者说你家里已经有那些豪华品牌的SUV 想买意料 能带来更加舒适的出行体验 更加好的一个舒适体验的SUV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台理想L9会更加适合 因为在我个人看来 它足够舒适 配置足够丰富 也足够智能 那这些都是吸引消费者去下单的一个理由 OK那你是怎么看呢